什么团啊 他自己捞得到好处的 就让试验者辛辛苦苦的去送 我们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 严重到基层社区 全部都是黄金国际 全部都是无效管理 至少我这个区 我可以拍胸图的说 我说的是实话 你们这个房移怎么做的好呢 你们这个房屋怎么做的好 所有的物业管理 都是一塌糊涂 物业公司 他们都是在那里 相互之间利益关系 相互之间黄金国际的关系 现在疫情了 大家再买点东西 他们都要去搞这些话口垄断 可耻不可耻 我们上海的脸都可耻到极点了 这些郊区的本地人 我先帮您制度去反应这个问题 这些都是问题 都是一路一路搞出来的问题 知道吧 非常严重 知道我们以前都以为 打太极拳 跟市政府也好 疾控也好 包括居委也好 包括房管也好 反应问题们都是打太极拳 姓房也是打太极拳 没有一个实质性解决 现在危机到来了 大家考验 给自己队伍考核水平的时候的 一败处地 我们周边的江苏也好 浙江也好 三线城市也好 他们都已经提前好 能够做到一个晚上就能解决问题 一个晚上能够 所有的社区能够分控 所有的社区 不管怎么样都能够掌控得很好 一个社区里面 按照楼栋 从多少个居委群 多少个居委的领导在里面管控 我们这边一千多户就五百个屋的居委群 然后还要把业主寄出去 你说他的管控是无效的 什么事情都是在贴张公告 我算通知全体业主了 一千多户人家 你这个公告怎么通知 网格化都是吹牛 微信都是没有的没的用的 居委从来都是看到关键问题 不说话的 我们现在做核酸就是严重的问题 这个是从上面腐败到下面 然后我们老百姓的声音 根本就得不到认可 这种疾控 这种核酸是非常非常风险 非常高的 我们带着自己的孩子 带着自己家里面老人 跑那边跟别人 别的人紧接着一起坐 现在要好的一栋楼坐 那么我们如果传播的话 是在一栋楼里面传播 但是这个风险还是存在 我希望你们能够把我的问题 能够反映上去 希望领导能够严肃的对待 我们现在基层管理社区 与三线四线城市之间的差距 长周长都不如 无锡无锡也不如 苏州苏州也不如 连扬州都不如 浙江最底线的城市 我们也比不上 人家一个人 一个一个人发现 有传播了一个区域进行管控 全另条查局 我们这边 居委居委消息是封锁的 然后我们自己的楼栋 其他的楼栋 所有的情况有密切也好 不是不是密切 阳准阳准确诊也好 我们都是不知道的 都是小道教训 传来传去传来传去 为什么不能公开 好吧 我们现在社区管理 是渗透到我们整个上海老百姓 这个组织疫情 不断残播的一个严重的缺陷 都是安排些广惊国际 志愿者还要悄悄简简 我们郊区算疫情清了 然后志愿者悄悄简简 志愿者报名也要看 你是跟我居委站在一起的 还是对我居委意见大的 你对我居委意见大的 我就是不要用你 不给你黄伏伏 你回家等通知吧 我们不需要你 然后真的遇到问题了 我们人手不够啊 我们什么有人去 志愿者上班 有的志愿者 人手不够 这不是在瞎胡闹吗